早上我们公司的一个女同事打电话跟我说 她接下来就不能在我这上班了 因为她过年相亲成功 现在是打算跟男方他们家去外地做生意 我真的是很惊讶 因为我们公司是纳约二六放假的 然后到今天就十来天的时间 她就已经结婚了 但是想一想 其实在我们这个沿海农村这边 其实还是蛮正常的 在我们冲过年这个适宁男女青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相亲相亲再相亲 而且我们这里有一句老话是叫 本地牛吃本地草 意思是说本地人内部婚配会比较好 当然这是老话 那我们这里相亲就很好玩 一天相五六个很正常 看对眼之后呢 男方会带女生出去春游去游玩嘛 几天相处下来 要是双方都觉得挺合适的 那这个双方家长就会开始讨价还价 不对 应该是商考这个聘金 女金谈拢之后呢 男方家把这个礼金 如数交到这个女方家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女孩子带回去生活了 前后确实就十来天的时间 说到这个聘金 就说一下今年的行情 去年最高价是38万8 今年的起步价是38万8 就去年的最高价 就是今年的起步价 然后今年有三个胆 第一胆就是38万8 第二胆是42万8 第三胆是52万8 我们家这个邻居 今年正好是看了 他家儿子拉约二八相亲的 初六办了那个订婚酒 42万8 然后外加半斤的黄金 我们这里的三斤都是另外在家的 半斤到一斤左右 如果半斤的话是十万 一斤的话是二十万 然后我们这沿海这一代 拼金最高的肯定还是中文那一片 他们今年的一个礼金价格是128万起 如果一个优质的女孩 她的这个礼金是可以达到200万的 为什么会这么高 一个是我们这个沿海农村 因为子氏的观念 但这个市里的女孩子特别特别少 特别少 连二婚的女性都特别吃香 而且二婚的女性礼金也高 因为真的是女孩子特稀缺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会以这个收 礼金越高呢就越有面子 家里的女孩子比较优秀 礼金就比较高 就比较有面子 就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有陪假 但是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得了 这么高额的礼金 所以我们这里未婚大龄男青年 一年比一年多 超过这个年龄没结婚的 越来越不好结婚了 因为真的礼金一年比一年高好多了 但是你们这边离婚率好高啊 我们家老李对我们这个沿海这一片 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觉得离婚率很高 是吧 确实是这样 你说因为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先婚后爱嘛 我并不是说反对先婚后爱啊 这个一见钟情跟日久生情确实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正常恋爱一两年可能还不能很好的了解彼此 那你说在这十天半个月之内的这种可能真的有有堵的成分 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的 人好不会像上一代跟上上那一代他们那样为了家庭会冲合过日子 相互将就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会更追求完美关系啊 就完美的家庭关系完美的夫妻关系 很多人在经历了一两次生育之后呢就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一地鸡毛就受不了 就会离婚 很正常 那天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我中门那边的同学说他们那边礼金那么高 离婚了会不会退 他说是看谁提出来的 如果是女方提出来的话多少会退一些 所以这个婚节的真的是很有压力 真的是很有压力 那我们村里啊肯定也有二十七八岁以上没有结婚的女性啊 这些人过年就会比较有压力了 因为村里每天确实会说还是那几个不结婚啊什么 然后有一个是我的粉丝正好是我们村的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嘛 我说你们是不是不想结婚啊 他说不是这样的 家里安排的相亲呢他们也都会去看 已经把这个婚姻提上了日程 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立刻晚几年结婚 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走完未来几十年的人 你知道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点 她们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 自己已经生活挺好的 所以他们的原则是结婚只能加分 所以一定要看好找到合适的人 就考虑的会比较多 很多人结婚真的都是恋爱脑气结婚的 确实是这样子 反正针对这种我们女孩这个情况嘛 就首先一定就是要改变这种子式观念 男孩女孩都一样 不然子会比例越来越不协调 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结婚是一件非常浪漫温暖的事情 一定不要因为这种高额的礼金 而变成了一个家庭沉重的负担 希望以后的分歧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